这片白色的东西是大在人中最香甜美味的粪便 这也是蚂蚁最喜欢的饭后甜点 为了可以永远吃到这个美食 聪明的蚂蚁竟然直接饲养起了生产这种粪便的动物 它叫做亚洲甘菊牧师 它们生活在甘菊的表面 依靠吸食甘菊叶的枝叶为食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会把唾液中的病菌传染给树木 这就使得被吸食后的甘菊变得软软啪啪 树木的叶子也会随着变化 这就是果眼里最恐怖的黄龙病 一旦发现果树感染这种病了 就证明有许多果树被感染 这让果农们头疼不已 但是为吃到美味的粪便 蚂蚁会无时无刻地保护这些牧师 甚至不惜果农对抗 此时一只瓢虫又从小吃掉这些牧师 却被蚂蚁无情地去赶 还有许多的虫子都是牧师的天地 尽管现在的牧师看起来未在旦夕 但是用不了多久 蚂蚁就会前来救驾 由于牧师和蚂蚁的结盟 造成牧师的数量暴涨 这也让果农损失惨重 被稀释的感觉不仅会发苦发酸 颜色还会变绿 严重时会直接导致果树搜 虽然大量喷擦杀虫剂可以杀死牧师 但是也会同时消灭它的天敌 来年卷头重来时依旧难以灭口 然而这些蚂蚁的行为 果农们早已了如指掌 它们会在蚂蚁的必经之路上 放置红卫检侧仪来计算蚂蚁的数量 从而配比适量的杀虫药 这碗形似稀米露的毒药 已经在糖水中浸泡了许久 蚂蚁拒绝不了甜食的诱惑 食宝喝足的它们会将其带回巢穴 这就可以将整个巢穴的蚂蚁消灭来解 失去蚂蚁保护的牧师 由于天敌的攻击数量锐减 同时果农们还会在果园种植香雪球 它会吸引石牙营前来授粉 石牙营会把幼虫生产在这里 当这些幼虫长大时 就会以这些牧师为主 果农就是依靠这些办法 来控制牧师的数量 猴旋里面出现了一只特别的猴子 面对这个新人员 猴子们非常好奇 它长得十分可爱 但是目光有点呆齿 这个摄像头确实有点明显 它是一只打入猴旋内部的间谍机器猴 这群庞大的长美猴族家族 世代生活在这片岛屿上 由于太过偏少 人们对它了解迅少 这只间谍小猴就是为此而来 难道怀里还抱着自己的好朋友 下面就是间谍猴的工作日常 猴子们吃好玩乐 一片祥和的景象 好像还没发现这名新成员 按照常委猴猴的细形 它们应该生活在内陆的森林中 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改变 猴族迁徙到了这片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已经生活了很多年 它们由素食变成以海鲜和果实为主 猴猴们都已经进化成了抓鱼高手 抓捕上来的小鱼和海鲜 可以直接水 常委猴族群之所以可以存在多年 其中有着严格的掌用尊卑制度 一旦有越界的猴子 会当即受到训斥甚至殴打 面对受苦力型的小鱼 各大肥美的牡蛎 是猴猴们更加喜爱的对象 但是想成功地吃到它 并不容 聪明的猴猴会把它放置在石头上 将其砸碎 在其旁观的猴猴 立马开始寻找趁手的武器 比如这块河滩边的间谍石头 当然 间谍猴手中绰手可得的牡蛎 也难逃为强躁的命 遭受一番折磨后 猴猴们还是放弃了 这个坚不可摧的假 因为长期生活在海边 这群猴猴已经会跳水 甚至直接在海底牵远 为了彻底了解这群长毛猴猴的气象 间谍猴猴开启了大招 只能直接下肩跟了过去 这群长毛猴猴有着极高的团结精神 这也让它们一跃变成了出人类玩 世界上分布最广的第三大灵长类动物之一 这只鬼鬼催促的红蟹 正在偷拍别人生孩子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实行 否则遇到一点意外 也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这只九军沙场的间谍 不能打草惊蛇是最基本的素养 尽管天灵盖已经摇摇鱼嘴 也要咬牙说一句 不疼 嘿嘿 全身360度的铁壳可不是盖的 无可奈何的攻险 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开 见地蟹也要正式开始执行此次的任务 协助两脚兽 偷拍这群红蟹的繁殖过程 此时的澳大利亚上的脑正直秋季 最近一段时间 大有一只红蟹 陆陆续续的从洞穴中爬出 迁徙到海边进行铲砸 每只此些的腹部都写在着数十万只幼崽 虽然这个路程看起来并不存遥远 但是想要成功地到达海边 还要闯过重重关墙 深居地下的红蟹好几个月没有进去 一些饥饿的防线 会直接把钳子生下自己的铜板 就像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 还好哥们我刀枪不入 不然真的葬送在这 紧接着他遇到了一张巨大的铁丝网 一些身材矮小的红蟹 可以直接钻过去 但是对于体型庞大的来说 越过了第一道观想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想要走到海边 这条公路是必经之路 一些倒霉的红蟹 只能沦为车下亡魂 路过的螃蟹会悲伤地为其梦哀 伤心地填满了肚子 毕竟懂得废物利用 是作为红蟹必备的优良品区 但这对于一个身经摆担的间谛性来说 简直是小菜一滴 很快一大笔幸运而成功来到了海滩 他们纷纷爬到悬崖上 等到潮水的到来 他们又如千军万马 争先恐后地冲入水中 开始不停地蹦地 等到蹦得筋疲力尽 腹部的幼崽也全都进入了大 仅需静待四个月左右 这些小螃蟹便会开始新一轮的迁徙